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节又跟大家介绍一些非常离奇的新科技影响到生物的行为 除了一些很需要入侵性的 譬如附加电极的方法去接触我们身体的神经系统 从而令我们阅读到身体神经的信号 甚至能指挥我们身体的运动 这些是其中一种方法 我们的电子科技如何影响我们人 但另一方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过 很科幻地是否有些东西可以不需要入侵性 可以隔着一个距离 似乎是你带着东西 突然之间你会进入另一种状态 或者甚至乎平时你睡得很差 会不会很希望有一天 你不需要去吃很辛苦的药 不需要你这么多副作用 就这样带一件东西 接着那件东西就令你很好睡 今个星期又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新的结果公布 就是有人能够运用到这个超声波的技术 将超声波直接去指着老鼠的脑部 然后令到老鼠进入了一个冬眠的状态 这件事我觉得是非常神奇的 就是我们的脑中竟然可以透过一些超声波的机制 然后给到外面和外面的一些信号有反应 你会变成觉得好像我按了一个遥控 指着脑部的脑会突然间会关机冬眠 好像电视机关机那样 是不是这样一回事呢? 我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这次的研究 其实就是这样的 我们也知道很多的动物 它本身有冬眠的能力 甚至有时候有些鱼 它在一个比较干旱的时期 它懂得自己进入幽然的状态 更加不要说像乌龟 甚至蛇 通常有些比较类似爬虫类的 冷血的动物都有这样的能力 甚至你说温血暴雨类的不是不行的 你红人都可以去冬眠的 即是无论你是小到像一团鱼 甚至带到整个红 其实在这个自然万物里面 是有一种它们天然已经有的 一种冬眠的机制在 很可能就是说在冬天 就不需要花这么多心思时间 覓食的时候 它能够有一个冬眠的能力 减少自己的能量消耗 是更加有生存优势的 当然也有另一个担心 就是会不会在这个时候 被发现被人捕捉到呢 其实往往就是在自然界里面 很难说点斯位置有利不有利 总之有时这个坏的因素 原来比想象中弱 那于是你就走这条生存演化的路 冬眠的机制有人甚至会问 人有没有冬眠的能力呢 或者我先介绍这个研究的内容 然后再调去一些有趣的问题 人可不可以冬眠 甚至可不可以人去制造人的冬眠 令到我们可以在未来科技探索里面 走得更远了 这个是很有兴趣的题目 首先讲一下这个实验 他们这个研究小组能够做到一个效果 就是什么呢 他们是运用了一个有成3.2MHz 你可以转回我们普通口语地说 320万Hz 就是每秒震动320万下的一个这样的超声波 这个超声波有多超呢 首先你想想 人耳 你去到22000Hz以上 基本上人耳你都听不到 如果你说一般很多的昆虫 甚至乎海豚 他们沟通的2-3万Hz 他们可以听得到 甚至乎可能有人说 小孩子和小孩子 他们真的22000Hz 高一点点音 他们都会听得到 这个很与我们本身 人耳朵本身的结构有关 你说如果高到这种 320万Hz的震动频率 超声波到一个地步 应该是这些生物本身 自己都不能用自己的听觉 来听到的一个范围 因为实在很高 超声波的频率很高 而这个超声波并不是 不断照到一下子 就可以令到老鼠冬眠 而是你需要很精准地 导向和很有配方 去施加下去 就能够很有效地 去刺激到老鼠的脑内 某一个部分 给神经反映出来 令到老鼠进入冬眠的状态 当然了 这个研究小组 他们当然很需要去看看 就是说 我给了刺激下去的时候 反应有多少 然后我有什么办法 可以继续持续 用一个什么模式 将这个刺激 施加到一个适当的部分 令到老鼠可以 能够比较 展现到一个持久的冬眠状态 他们找到一个配方很有趣的 一个这样的频率 它不是一直打开 它将它成为一个很短的默充 你想想 你那个超声波 一开就吓了声 但它不是 它将它整成为一个很短暂的默充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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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这样去播出来 它咚咚得多快呢 大约就是每秒咚十声 而那十声中间的那小小的默充 就是一个维持50毫秒左右的默充 这50毫秒的默充 就承载着这些320万Hz 这些超声波在这里 即是 如果你把超声波降低到我们耳朵 以听到的声音 用我们的口语来指现出来 反而外来说 它是很需要适量的 它们特别采对下阚大いて的кольку 下邮老本身是熟悉老部运作的朋友 主宰着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謝快慢 体温、心跳等系统 基本上他发司号令出来 我们会热一点就热一点 冷一点就冷一点 然后可能遭遇到外界比较低的温度的时候 他亦都给了反应出来 令整个身体的新陈代謝可以控制到慢了 我们知道下邮老靠前端的这些神经元 是一个很重要的 令到动物冬不冬眠的开关制 而很神奇我们发觉他们有能力 对于这个超声波有反应 你问我为什么要是这种超声波呢? 我想他们也要考虑 我认为超声波本身的穿透能力 我认为也要选择 他们会不会有 这些神经元 是否相对隔离其他神经元 是特别对于超声波的反应能力强 我认为他需要一个周长的考虑 而去选择这个频率 但是仔细来说 这些神经元 究竟不同的神经元 对不同的超声波有什么反应 这个我自己也不清楚 好了 他们就是选择适当的频率 用一个密充形式 这样去短暂贯注 重复这个过程 大约五六次的时候 就发现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就是这只老鼠的体温 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 以一个以分钟计的时间之内 体温就由正常的37度 跌了下去只有34度 你看到他的活跃程度 也大大减低 你用这样的红外线去看 你不需要找个温度计 插在他身上 你直接用红外线 尼远去量度体温 你也看到他的温度 由37跌了到34度 然后他整个心跳那一刻是很厉害的 整个心跳的速度 是减了一半 你以为老鼠每秒跳的下数很高 比起人是密很多 所以就算报告数字出来 意义不太大 但是就说了他的心脏 心跳的率 跌了47.3% 然后体温 心跳 然后整个活动 减低了 其实就非常相似 进入了一个冬眠状态的情况 其实反过来就是 如果我们有一个已经是冬眠的动物 我们一样可以照计量到 他的身陈代謝 体温 心跳 这些参数 我们跟今次受到超声波 照射去下丘路前端 那些神经联的那些 受过这些超声波的老鼠 他当时的身体状态是比较 我们发觉 其实是能够成功地运用超声波的技术 去诱导到老鼠本身的冬眠状态 研究小组亦说这个结果非常神奇 而且亦是一个非常能控制的过程 在完成了这个施加这个超声波之后 大约是24-25个小时 老鼠本身就完全能够自主回復正常的状态 就是说我们给超声波的份量 也算是这样 你最怕就是一按了开 开着了这个冬眠机 就是他不懂得醒发 这样就很大件事了 就好像变了一个 我不知道是这些 就是 是不是一个催眠的状态 还是怎样 就是现在我们是用人工超声波的方法 去催眠了它 但是这种催眠的状态 跟冬眠是没有分别 那么 这件事会不会对于在其他生物上 也有效呢 暂时都未知 但是这个研究成果很古墓的就是说 如果我们对于老鼠的老鼠 都可以做到这样的时候 其实我们对于其他的生物 以后甚至对于人类去做这件事 我们就可能有更多的信心 我们知道这些过程 不会对于老鼠 对于一个老鼠有一个永久性的创伤 而这个效应也是一个暂时性的 就是说一天你已经可以回復这种状态 而且就是没有不需要吃药 也没有什么入侵性 不需要打针 还是刺了什么 还是在身体里面拿走 抽了一些东西 就是没有伤口的一种过程 所以就是 我们会说超声波诱发老鼠的 冬眠状态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发现 好了 我想也好 人可不可以被冬眠 我们说了有很多其他生物 会进入冬眠状态 如果以一个红磷那么大的一种体力消耗 都可以这么厉害的一种动物 体型那么大 比人更大 或者一些体型比人是小的 一些简单的老鼠的生物 也有进入冬眠状态 似乎纯粹由一个人的新层代謝机器来看 人是可以有冬眠的 但问题是如何触发他 以及也要很担心 很多的生物 他自己 除了他的神经系统 懂得冬眠一回事 你的身体有没有能力 去维持着一个健康的状态 从而令到你由冬眠 梳醒了之后 不会有其他的副作用 其中一个很担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 血管会不会生湿 大家都听过 其实在20多年前 我们就讨论这个 经济客位 正后群 一个人屈在一个空间太久 他的脚部有些血气不唱顺 甚至会有局部的 血凝结的现象 这些凝结了的血 他未必是成大大 他给你看得到 但可能是多了血小板 在你的血管中间走在一起 就多了一些好像半结晶状态 在你身体里运行 就会生湿 那么我们在 之前的科学生施有提过 其实就是说 雄引他的冬眠很有趣 他的体型这么大 你整个 循环系统 希望能够在冬眠前 冬眠后 都能够继续正常运作 在这个雄引他自己进入冬眠状态时 他的身体是懂得 有一些适当的内分泌 令到血是薄一点 于是乎在他一直固埋 不移动那么长的时间之后 都不会有血瓶了 如果不是 就搞到你冬眠 一醒了就一定是中风 其实就很大问题了 就是你最后的血管 在哪里塞了都是不好的 所以 但是人又没有这样的机制 人就不多觉 似乎没有 但是会不会 伤管齐下 将来我们能够研发到 人在进入冬眠前的期间 去注射一些或者伏食一些的药物 令到本身的血是薄一点的 然后就是 我不知道可以维持多久 但是 令到你在长期不动的冬眠状态之下 醒了也不会有很多的手尾去跟 然后你的意识清醒 身体的血气也都长远 这样就没事了 那行不行的呢 但是你也可能问 做来做什么 做什么好好的一个人 要整对冬眠 有几个因素是需要去这样做的 就是比如说 有时你要进行一些 比较重要的大手术 尤其是你在做脑手术的时候 我们希望脑 整个人的生存代症慢点 心脏跳得慢点 令到我们驾驭他的伤势的时候 在进行手术 在一个比较危险脆弱的状态时 要驾驭他比较容易一些 大家都知道 有些脑部手术 我们需要将 防止他的脑 发炎 肿胀 要冻住 过往我们要冻住他的时候 我们用的方法 真的要找一些兵来 直接去降温 直接去降温 冻住他的头 令到他 可能保持一个安全的状态 大家都还记得 这位很出名的 彩车手 舒默加 滑雪意外 他很长时间 要冻住脑 令到他的脑 可以有一个 比较缓慢的 恢复状态 也减少 他的脑压 让他的脑 肿胀不太严重 保护着他的脑 让他可以 在一个比较低温的情况之下 去康复 其实好像 孙麦加这种 严重脑部受创 的伤势 很需要 一种人工的冬眠技术 令到他 身体 不用外面被动 都懂得自己去降温 减低心跳 在一个冬眠的状态之下 去恢复 其实是很理想 这就是有医疗的作用 另外 甚至有人科幻去想 如果 人要飞去火星 我们暂时 如果我们未发明到一个很厉害的火箭推进技术 令到我们整个推进都要 要两年才能去到的 两年你带饭食 这些人要维生 很麻烦 但如果我们能够令到那些飞行员进入冬眠状态 而且技术可以很轻巧 我们就可以用更加少的资源 就可以把人带到火星 但是如果问我 我当然是倾向不用这个方法 因为你冬眠的那个人 不觉得 但你地面上的人都要等很久 最好就是大家都不用等那么久 我们有好些技术 快点去到火星 然后去做探索 这个当然更加好 关于这个超声波 去引发冬眠的技术 暂时讲了这么多 将来会不会我们要有生之年去看到这个技术 在人那里去做测试 我都觉得 挺可能的 因为它本身的入侵性那么低 似乎 那个负助用低的时候 用人来试 我都觉得 不是 不是梦 我们下一次继续 没关系